大家好,欢迎观看《读书片刻》 除夕这天,我五点钟就起床 只为要去早市买新鲜的鸡鱼海鲜和蔬菜 摘洗切炒,煎炸烹炖煮,两个灶头齐开 一个人在厨房忙得是晕头转向 而一门之隔的客厅却热闹非凡 大人在聊天吹水,看电视的,打游戏的,耍手机的 熊孩子追逐嬉闹,坑坑腔腔 我把烧好的菜陆续端上桌 客厅很快就飘香四溢 我招呼他们,老公,天赐,妈,还有大家过来吃饭了 众人一拥而上,各自找好位置坐下 对着一桌菜肴垂涎欲滴 当我从厨房端出最后一道荤菜时 他们已经开吃了 偌大的餐桌围坐得刚刚好 没有我的一席之地 我看到小叔子六岁的双胞胎儿子一人坐一把椅子 便默默地从角落里拉过一个凳子 想挤一挤 今年,我不想吃他们剩下的残羹冷制了 婆婆扬大容腻了我一眼 美红,这道咖喱鸡太辣了 又闲,你想酷死我们 我加了一块尝了尝,就是平日的咸蛋 妈,这是按您儿子的口味做的 他喜欢吃重一点的 小姑子陈凤接过话茶 大嫂,街市年夜饭,这么多人吃饭 你不能光按大哥一个人的口味做饭呀 还有两个小孩呢,吃不了这么重口的东西 这点常识你不知道啊 我压了压心口的委屈 那我下次做饭注意点 今天就先吃饭吧 我实在太饿了,正准备加菜 老公陈明智放下了筷子,不耐烦地说 吃什么吃,妈说太咸了 你去再烧个清汤 儿子这时关掉手机游戏 以止气势地说 妈,去厨房给我倒点醋 舅妈,我也要醋,我也要,我也要 我放下筷子 冷眼打亮着一桌吃得欢快的人 小叔子两口子闷头干饭,大块朵頤 他的双胞胎儿子吵嚷着要吃这吃呢 婆婆一个劲地往孙子碗里夹菜 陈凤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边吃边对我做的菜平头论足 电视里播放着春节晚会 室外烟花绽放 他们举杯庆祝 互说新年快乐 而我坐在饭桌的边缘 像个局外人 陈明致敏了一口白酒 红脸道 还愣着干什么 不是说让你去烧汤吗 还有你这个清蒸虾 没去虾线 太腥了 下次注意点 妈,我的醋我的醋 赶紧的 嫂子,饺子包好了吗 等会我们带点走 耳边嗡嗡嗡地锅灶 吵死了 我站起身来 冷冷地说 咸辣咸腥 就不要吃了 还有你们一个个的 都没长手 众人一愣 陈明致则是歪着头 耿着脖子侧耳 以为听错了 你说啥 我说 你们一个个的 舔着个大脸就知道吃 还净是毛病 都给我滚 空气瞬间凝结 显得室外的爆竹声 格外清亮 趁着他们愣证之际 我把餐桌的桌面掀翻了 杯碟完盏坠地 叮叮当当 清脆悦耳 我辛苦了一天的成果 请客间化为满地狼藉 我却不觉得 一丁点可惜 只有痛快 张美红 你疯了吗 陈明致一声呵斥 做事要朝我扇过来 众人冷眼旁观 没有一个拦着 我手快地捡起一片碎碗 抵在脖子上 你再敢动手试试 陈明致身体一僵 扬起的手悬在半空 他因为喝了酒 脸红脖子粗 骂道 你他妈的犯什么病 双胞胎吓得哇哇大哭 弟媳妇把他们揽在怀里哄着 退到沙发坐着 依他的性子 应该是坐等看戏呢 杨大荣垂头顿足 指着我道 张美红 你今天是怎么了 大过年的抽什么疯 你弟弟妹妹一家 大老远来过团圆年 你整着出给谁看 我转头看向小姑子和小叔子一家 质问道 你们没有家吗 年年来我们家过年 来了也不帮忙 干等着吃 吃饱喝足一抹嘴 抬抬屁股就走 当这里是饭店吗 小叔子一张脸骚得通红 低垂着头 弟媳妇嘟囔了一句 是妈叫我们来的 谁稀罕来你们这破家 小姑子陈凤翻了一个白眼 尖着嗓子说 来自己大哥家过年怎么了 这么多年不都是这么过的吗 来是看得起你们 再说了 我们又不是空手来的 我笑了 他还挺有脸说 陈凤家是开超市的 每次来 带的不是粘巴坏了的水果 就是过期牛奶 等他们一走 我还得扔一次垃圾 自己家的垃圾自己扔 大老远地带到我们家来 你不嫌累 我还嫌脏了手呢 你 你怎么这么说 陈凤的老公 拉了邋遢的衣服嘀咕道 早说了不让你带那些 你给我闭嘴 儿子这时插了一句 妈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 你让我很丢脸 难怪爸要打你 我胸口发闷 这个染着黄毛 天天抱着手机打游戏 喜欢看擦编女主播的小青年 是我从小养到大的儿子 好吃懒做 不求上进 勉强混个职高毕业 找不到正经工作 一天到晚跟着酒肉朋友瞎溜 完全被他爹和爷爷奶奶给宠坏了 当然 我也有很大的责任 可是现在 我不想管了 我也曾努力过 可烂尼终究扶不上墙 我失望地说 陈天赐 你也很让我丢脸 儿子神情一顿 不解地看着我 杨大荣忽然坐在地板上 双手拍着大腿 开始他的表演 哎呀 我的老天爷 大过年的我造的什么孽 你有什么不满冲我来 不要当着孩子们的面 说三道四 摔摔打打 你还有个长辈的样子吗 摊上这么个儿媳妇 我不活了呀 搞笑 这次 我没有像往常那样 见不得老人落泪 而是冷眼旁观 然后不带任何情绪地说 那就去死吧 杨大荣停止哭号 嘴巴微张着 他盯着我 好像在看外星人 我一直握着碎碗片 陈明志不敢轻举妄动 他急痴白脸逼我 张美红 快跟我妈道歉 不然就给老子 从这个家滚出去 我放下手中碎碗片 陈明志眼底闪过一丝得意 他以为我害怕了 我平静地说 这个破家 我早都不想待了 谁他们想年年 吃你们的剩饭 晦气回房收拾几件衣服 和生活用品 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 摔门而去 天气预报说 除夕夜 室外温度零下十摄氏度 风刮在脸上像冷刀子 但此刻 我却是从未有过的畅快 长期以来 胸口的郁节 终于没那么堵得慌了 在一楼 我看到自己精心养的 四年的多肉支离破碎 这盆多肉叫玉碟 一共四株 每一个都清脆欲滴 十分喜人 我想到今晚做饭时 那砰的一声 是双胞胎干的 我还听到杨大荣说什么 掉了就掉了 不值钱 你伯母养得 不当吃不当用的东西 没关系的 当时太忙没在意 看着被摔碎了的玉碟 很像我四十一年的人生 我不想捡了 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 我抬头望了望二楼的窗户 隐约听到那家人的对话 妈 别生气了 等她回来 我好好教训她一顿 是得好好教训 给她脸了 这些都别动 她回来自己会拾得干净 我冷哼一声 转身离开 万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 手机余额只有两百块钱 许多旅店宾馆门口 都挂了歇业的牌子 马路上到处都是放烟花爆竹的人群 我却不知道自己将要去哪里 鼓足勇气打电话给爸妈 告诉他们今天发生的事 妈 我能回家住两天吗 我妈一口拒绝 不行不行 出嫁的女儿年三十这天不兴来娘家的 你也真是的 大过年的做点饭怎么了 胡闹什么呀 我的心凉了半截 我爸一直没发表意见 他应该也不希望我回去 妹 你千万别回来 触眉头 我哥这一句 让我另外半截的心也凉了 想起几个月前 爸爸爬楼梯摔断了腿 我在医院端屎端伺候整整两个月 哥嫂一共就去过两回 眼泪一下汹涌而出 我挂断电话 在街上继续寻找着还在营业的宾馆 直到快十二点 还没找到住的地方 在我以为自己就要冻死在大街上时 看到一家网吧还亮着 推门进去 因为很腔 但开了空调 很温暖 老板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他上下打量我一番 疑惑地问 大姐 你来上网 我点了点头 这是我第二次进网吧 上一回大概是五年前 陈天赐在网吧彻夜打游戏 我去找他回家 老板要了我的身份证 说给我开个机子 我局促地告诉他不需要 我就想找个地方待一晚 老板看看我的包 大概猜出了什么 要包箱吗 安静一点 我想省着点花 就找了个大厅角落里的位置 网吧里人还不少 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还有几对情侣 我在想 如果不是无家可归 谁会大年三十来这里 我听到老板无奈地自嘲 没想到啊 大过年的比平常生意还好 最后几天营业了 你们珍惜吧 就这样 我在网吧将就了三天 年初四一大早 我就拿着行李 找到年前就面试好工作的餐厅 这是家座东南亚菜的中高档餐厅 已经开始营业了 店老板是个留学回来的年轻姑娘 她让我们管她叫米卡 年前 我已经来试用过三天 米卡对我的刀工配菜很满意 当她看到我拎着行李包 不解地问 美红姐 不说不住宿舍 回家住吗 我也没有瞒她 把家里的情况说了个大概 米卡当即说 姐 你就安心住宿舍 等会让小玲带你过去 解决了住的问题 一切都好办了 结婚以后我几乎没有工作过 生娃带娃伺候老人 也曾在家接点手工活补贴家用 等儿子沉天赐念到初中 我找了一个在他们学校做厨师的工作 可只做一个月 沉天赐嫌我在学校做饭给他丢人 死活不愿去上学 无奈 我只好辞掉工作 我高中毕业那年 去学过一年的厨师 这些年在家也喜欢捣固研究一些菜式的做法 手艺还不错 就想开个小餐馆 陈明志强烈反对 他说我头发长剑是短 头脑发热 一定做不好 投钱也是打水漂 你做好家务 把我和儿子伺候好比什么都强 别一天天地异想天开 瞎折腾 我又妥协了 断了开餐馆的念想 就在我寻思着找个离家近的工作赚些零花钱时 公公突然中风了 婆婆以腰痛为由 跑来我们家哭诉 儿呀 你爸我是伺候不了 我年轻时为你们兄妹几个出苦力做工 把腰伤了 现在年纪大了 疼得不得了 小叔子和弟媳妇都在国企上班 分不开身 伺候公公的活就落在我身上 这么多年 我尽心尽力 直到去年公公去世我才解脱 接着又照顾我爸住院到出院 年前一段时间 我才有了自己的时间 正好遇到这家餐厅招配菜园 包吃包住 一个月四千块 其实 我看中了他们家的厨师 工资适配菜园的双倍 可惜他们不缺这个职位 安顿下来 我就开始了餐厅打工的日子 忙碌且充实 不需要看谁的脸色 也不用听谁的指使 我只恨觉悟太晚 白白浪费多年光阴 大年初十这天 我正在后厨切菜 听到有人骂骂咧咧 来到前厅一看 原来是陈明志 米卡见到我 神色不悦 美红姐 这是你老公 不好意思 米卡 我这就把他弄走 陈明志闻言 提高了音量 张美红 还工作上了 长能耐了呀 我低声道 你先离开 下了班 我会回去找你 你现在就跟我走 我都说了下了班回去 听不懂吗 我也硬气起来 陈明志围着我绕了半圈 行啊 张美红 翅膀硬了是吧 我看你是欠打 你尽管打 这里有监控 这次我不会再忍你了 我会报警 陈明志善善地收回手 阴狠地说 晚上在家见不到你 你就死定了 陈明志离开以后 米卡问我是否需要帮忙 我正担忧着晚上回去 会不会遭到陈明志的劫难 甚至是家暴 说到家暴 陈明志第一次动手打我是在三年前 我们两个从相亲到结婚生孩子 感情一直平平淡淡 他脾气不好 有严重的大男子主义思想 除了工作 家里的一切大小事物都不沾手 但所有的事他又要做主 那晚 陈明志在外面喝多了酒 东倒西歪地回到家 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倒头就睡 而是处处挑我的刺 我反驳几句 他竟动手打了我一巴掌 我以为他就是简单地洒酒疯 没有放在心上 就是这一次的容忍 让他变本加厉 这三年他稍有不顺就对我拳脚相向 我向儿子陈天赐求助 他却袖手旁观 甚至常常站在陈明志那边 婆婆更是视若无睹 说挨打一定是我的问题 我向父母哭诉 他们只会让我忍耐 我动过离婚的念头 哥嫂却说 我年纪这么大了 离婚传出去 不光自己丢人 全家人都没面子 加上 我一直没有经济收入和存款 也没去处 除了会做饭 旁的也不会 就这样 一日忍一日 本以为会这样忍耐着过完一辈子 可是这一年来 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未来 我还有很多年 我不愿意就这样搓磨下去 婚前 我也是个说干就干 风风火火的姑娘 成绩优异 高中三年都是班干部 本可以念个不错的大学 可惜家中经济条件有限 父母把读书的机会给了哥哥 连高考都没让我参加 回首往事 我愈发不甘 现在好不容易迈出第一步 我是万万不肯再回去过那种老妈子的生活 米卡给我出了一个主意 我听后有些犹豫 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能孤注一掷 美红姐不要怕 我相信你可以的 对付那种男人 讲道理是没有用的 就得用一点非常规手段 好 加油 美红姐 米卡和几个同事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可我依旧忐忑 推开家门 一股交织着各种复杂的臭味迎面而来 我差一点呕出来 入目是仪式狼藉 脏衣服 臭袜子 盐灰缸 泡面桶 垃圾桶内溢出的垃圾 踢踏的到处都是 餐桌上竟然还有除夕那天的剩饭 他们是把落在地上的东西捡起来吃了 还是等着我收拾呢 我无暇多想 捂着鼻子把所有的窗户全都打开 陈明志听到动静 从卧室懒洋洋走出来 阴阳怪气地说 舍得回家了 赶紧把家里收拾一下 你看乱成什么样了 对了 我的衣服也该洗洗了 再给我做点饭吃 我从包里拿出离婚协议书 拍在他面前 我回来不是给你收拾家务做饭的 我是来离婚的 什么 陈明志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拿起离婚协议随意翻了翻 张美红 你要跟我离婚 你脑子瓦特了 请你签字 陈明志愣了两秒 随后哈哈哈哈笑了起来 你是不是发烧说胡话 你皮痒了是吧 说着 他顺手捡起沙发上的皮带 怒气十足 我把藏在口袋里的手机拿了出来 我现在正在直播 你的一举一动 网友都看着呢 他们会不会替我报警 我可说不好 直播离婚就是米卡给我出的主意 我给自己做了很大的心理建设 完全暴露在网络上 实在不是我的风格 无奈我孤立无援 只能采取这样的方式跟陈明志抗衡 他这个人要面子 听到我说直播的那一刻 立即扔掉皮带 张美红 你还直播 你不嫌丢人 陈明志想夺我的手机 我后退几步 摄像头对着他的脸 直播间有一万多人在看 姐姐不要怕 加油 远离家抱难 一定要让他签字 离开渣难 不是 房间也太脏了 我晚饭都要预出来了 陈明志极了 张美红 家丑不可外扬 快给老子把你那破手机关掉 我看到弹幕上有人说 这个男的一看就不想离婚 于是灵机一动 笑着说 陈明志 你就是不想跟我离婚对吧 说什么 我离不开你 其实是你离不开我 陈明志被我点得很上道 约喝 我会怕离婚 天大的笑话 结婚这么多年 你吃我的助我的 你就是个家庭妇女 离开我你啥也不是 既然如此 那就签字吧 陈明志一夜 坐回沙发 要离婚也是我提 是老子不要你 我吃笑一声 陈明志看了一眼协议书 又抬头看我 毫无松动 张美红 你想清楚了 离婚的话 你以后就别想再见儿子 那就不见 我面无表情地说 陈明志不淡定了 他坐直了身子 表情逐渐严肃 谁要见我 你们在讨论离婚吗 陈天刺顶着一头鸡窝 从卧室走了出来 他十分愕然地看着我 又说 妈 你终于回来了 我饿了 你给我煮碗面吧 他还没搞清楚状况 我冷着脸说 今后 就让你爸给你煮面吧 不是 妈 你不会来真的吧 就你 还要离婚 你出去会干什么呀 没有我爸给你生活费 你能活两个月不 哈哈哈哈 陈天刺的嘲笑 刺得我耳膜疼 直播间的弹幕 又迎来新一轮的高潮 欠揍啊 这小子 有这么说自己的亲妈的吗 这要我儿子 我一巴掌山墙上 抠都抠下不来 费了费了 姐姐 扔了吧 我对陈天刺的失望 也是攒够了 上个月 我跟陈明志 因为鱼缸换水的事情吵架 他把网兜抽在我脸上 陈天刺路过客厅 冷漠地看了我一眼 低声嘟囔了两个字活该 我有片刻的晕眩 好像冷水浇头 全身冷 心更冷 我没有理会 陈天刺的冷嘲热讽 催促着陈明志赶紧签字 见他还在犹豫 我继续拿话击他 这么多网友看着呢 他们都说你不想签 看你这种样子 是舍不得我 陈明志手一抖 拿过笔愤然地说 谁舍不得谁呀 我倒要看看 你在外面能坚持多久 到时候别哭着求我要回来 我压住嘴角的笑意 收回我那一份协议 陈天刺还双眼茫然 他不解地问陈明志 爸 你还真签呢 他走了 谁给我们做饭 收拾家务 找保姆啊 我讥笑回道 陈天刺猛然闭上了嘴 然后又叫嚷着 疯了疯了 你们都疯了 顺利拿到协议书 现在还需要等待一个月 等拿到离婚证 才算彻底摆脱 我还未来得及庆幸 第三天 陈明志就反悔了 这次 他学聪明了 没有直接去店里 有摄像头的地方 而是把我堵在回宿舍的路上 二话没说 他就用暴力把我往他的卡车上拖 张美红 你敢跟老子玩花招 你直播把我害惨了 我现在都没脸出门 被左邻右舍和同事们笑话死了 我拼命地想要挣脱 大叫道 我们已经签了协议 我不会跟你走的 我都找律师问过了 只要没拿离婚证 你就还是我老婆 张美红 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 这辈子你都别想逃出我陈家 听到这句话 我的心坠了坠 春节还没结束 树上挂的彩灯 还残留着节日的氛围 冷风刺骨 路上没有一个行人 男女力量悬殊 我还是被拖上了卡车 在陈明志的半鞋魄下 回到那个令人作呕的家 我的手机被陈明志拿走了 他指着我的鼻子道 这次看你还有什么办法 陈明志 我是真的不想跟你过下去了 我试图跟他讲道理 有什么过不下去的 不就是年夜饭说了你几句 有必要离婚吗 以前不也是这么过的吗 他永远不会懂 多说无意 陈明志点了一根烟 深深地吸了几口 他把手机推到我面前 你现在发个视频澄清 就说那天的直播离婚 是个恶作剧 我们夫妻俩好着呢 我拒绝道 这不是闹着玩 不要把网友当傻子 那你就把我当傻子是吧 陈明志把烟掐灭 从口袋里掏出离婚协议 撕个粉碎 想离婚 门都没有 他起身冲我走了过来 那个眼神我很熟悉 我知道他想干什么 我立刻想要拿回手机 没想到他快我一步 下一秒 我便被他掐住了脖梗 他阴狠狠地说 跟我回房间去 我已经用尽平生力气 去反抗了 终是没能逃得过去 打开灯 我的脸又疼又肿 手腕和大腿不满于轻 陈明志一脸艳足地看着我 自信满满地说 张美红 你生是陈家的人 死是陈家的鬼 你这辈子都是我老婆 是我儿子的妈 是我妈的儿媳妇 跟我好好过日子 不要想那有的没的 大不了以后 我不再动手打你就是了 眼泪止不住地 落在手背上 我穿上衣服去捡我的手机 这一次 陈明志没有阻止我 他舒适地躺在床上 看到我掉眼泪 持之以鼻 一把年纪了 矫情什么劲啊 我擦了擦眼泪 握紧了手机 你刚才强迫我跟你发生关系 是属于强奸你知道吗 陈明志一个机灵 啥玩意 强奸 我睡我老婆算哪门子强奸 你把我从下班的路上 劫持到家里是吧 那又怎么样 谁让你不听话 自己乖乖回来不就得了 非得逼我出力 在客厅 你又用武力把我拖到卧室 打了我又强迫我 这就是强奸 陈明志不知可否 行了行了 说这么难听 我们都多久没睡一起了 我都憋坏了 你难道不想吗 我们还在冷静期 陈明志听到这句 又怒了 冷静个屁 我不会跟你离婚的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说完 他便蒙上被子呼呼大睡 凌晨三点 我穿上厚厚的衣服出了门 在派出所门口 徘徊了半个钟头 我还是决定走进去 你好 我要报警 整个过程很顺利 填资料 拍照 做笔录 取证等一切结束后 天都快亮了 陈明志被抓来派出所 他一脸菜色 看到我就像发了狂的狗 张美红 你报警抓我 你这个毒妇 我一句话都懒得跟他说 陈明志不知道 自己跟老婆睡觉 怎么会落得强奸的罪名 他或许懂一点法 只是太过自信 做梦也想不到 我会拿这种事 报警抓他 毕竟 之前他对我实施家暴时 我从未报过警 我也有过念头的 却因为顾虑太多 选择一个人默默承受 审讯是 陈明志敌死不承认 直到警察拿出我的事后录音 婚内强奸 陈明志被判了三年 杨大荣来餐厅撒泼打滚 张美红 你太毒了 亲手把丈夫送进监狱去了呀 大家都来看看 他不配为人 枉为人母 他儿子以后走到哪里 都会被人指指戳戳 说他有个老改犯的爹 我走到他身旁 低声在他耳边道 陈天赐不仅有个老改犯的爹 还有个为老不尊 出轨的奶奶 杨大荣的哭号戛然而止 前年夏天 杨大荣与隔壁小区的一老官夫勾搭上了 第一个发现端倪的是中风天摊的公公 那段时间 杨大荣借着去跳广长舞的油桶 见天地不着家 每次出门都打扮得花枝招展 一天下午 我照例带公公在小区练习走路 防止四肢僵化 杨大荣换了身颜色鲜艳的新衣 急匆匆地往小区外走 平时这个时候 我们都是一起带着公公锻炼的 不过他经常以腰痛为由 坐到旁边椅子上玩手机 美红啊 广场舞的时间到了 我先过去了 他扭着跨性质高昂地 很快就消失在小区门口 这时公公却含糊不清地说 去去 他试图抬手指着杨大荣消失的方向 爸 你是让我跟着妈 公公艰难地点了点头 那些天 我在心底也生出些许狐疑 于是安顿好公公 便去了社区广场 跳广长舞的地方 到了那里 空无一人 我在广场转了两圈 无意间看到杨大荣和 一个老头在商场一楼交谈 然后又一前一后乘上了电梯 从那以后 我对杨大荣的关注 不自觉地多了起来 很快 我就坐实了他出轨的事实 却因为公公的病情 我守口如瓶 对谁都没有吐露 此刻杨大荣修得脸色战红 停止了对我的攻击 动作麻利的起身 他是静压着声音 怒不可遏地说 你不要血口喷人 我是不是血口喷人 你心里有数 等会我把证据发你好吧 听到我有证据 杨大荣慌了 他自以为天衣无缝 平日小心谨慎 与独居老官夫私会的地点 也选择在对方家里 但百密一书 杨大荣喜欢玩抖音 我在他关注的列表里找到了那个官夫 每条视频都点赞 一次杨大荣把手机放在客厅 我记得他闲聊天提过 密码是陈天赐的生日 我鬼使神差地打开了他的抖音 看到他和老官夫的各种大尺度的聊天信息 以及照片 把我寒称的饭都吃不下 当我把聊天图片发给杨大荣时 他仗红的脸瞬间惨白 这,这不可能 你怎么会有这些 这不重要 你要想守住秘密就赶紧滚 不要耽误我上班 好好好 美红 我现在就走 妈求你 别把这个事情告诉别人好不好 我痴笑一声 我已经和你儿子离婚了 你不是我妈 好好好 那阿姨求你了 就算为了天赐考虑 他是你的儿子 你可不能再这么狠心了 不得不说 杨大荣是懂道德绑架的 你出轨的时候 有为你的孙子考虑过吗 还有你的儿子 女儿 外孙 你考虑过吗 杨大荣 孽如着 半天没蹦出一个字 灰溜溜地逃走了 没有了陈明志和杨大荣的纠缠 我想这下总该能安稳度日了 最近 我因为厨师请假 偶然替补 做了几道菜 受到客人的好评 米卡让我从配菜员升到厨师 又在厨师工资的基础上 每个月给我加了两千块的奖金 我计划攒上两年的钱就离开这座城市 因为这里已经没有我留下生活的意义 父母兄嫂因为我起诉陈明志强奸我的事情 主动跟我断绝了关系 他们一致认为我丢了家人的脸 说我为了离婚 把男人送进监狱就是大笑话 哥哥说 等我老了一定没人管 让我不要连累他 我爸说我不配当他的女儿 我是他一辈子的耻辱 伤心难过了一段时日就释然了 就在我畅想未来的美好生活时 我差一点忘了 还有个不让人省心的儿子 杨大荣痛哭流涕地找到我的住处 他声泪俱下地指着自己额头上的大包 看看呀 这是你儿子干的 陈天赐是混账了些 但动手打人还从未有过 杨大荣一直哭哭啼啼 他真的很喜欢哭 闭嘴 到底怎么回事 杨大荣止住了哭声 天赐他前段时间谈了个女朋友要结婚 问我拿钱 三千他嫌少 就在我房间翻箱倒柜找存折 还把我推倒了 我都一把年纪了 呜呜 我一听就知道是个大麻烦 陈天赐才刚二十岁 根本不到结婚年龄 我让杨大荣先回去 收好自己的钱 实在不行就去他小儿子 或者女儿家里过一段时间 没想到他却为难地说 我有跟他们提过 但他们要么说自己家很忙 要么说住不下 我冷笑一声 真是活该 不过我还是好心提醒了他一句 守好自己的养老钱吧 不然以后有苦头吃了 送走杨大荣 我又头疼起来 不出所料 陈天赐很快就开始信息轰炸我 妈 我女朋友怀孕了 我要结婚 给我二十万 妈 给我转钱 你的钱早晚都是我的 小兔崽子 老娘的钱 你是甭惦记了 我把陈天赐和他所谓的女朋友 约到咖啡厅 陈天赐看到我很激动 自从他爸进监狱 我们就没见过了 他心里怨恨我 那时放狠话 要与我断绝母子关系 和陈天赐一同前来的 是个清秀的女孩子 十八九岁的样子 话不多 看我的眼神戴着闪躲 椅子上是他的帆布包 里面还有一本书 陈天赐介绍道 妈 这是我女朋友小兮 阿姨好 我把目光移到小兮的肚子上 开口问道 几个月了 啊 什么 小姑娘茫然地看着我 陈天赐逆了她一眼 她才慌张地说 四 四个月了 对 四个月了 妈 我们得赶紧结婚 不然肚子瞒不住了 小兮一直攥着拳头 给她点的红茶 也一口没动 你们两个都没有到法定年龄 结不了婚 陈天赐急了 可以不领证的 先摆酒席 我有个哥们就是这么操作的 我把陈天赐打发到街对面去买水果 小兮 你真的怀孕了吗 嗯 阿姨 我真的怀了 你爸妈知道吗 我没爸妈 就一个奶奶 她还不知道 脑壳疼 但我还是想赌一把 直觉告诉我 小兮并没有怀孕 你能把怀孕报告 给我看一下吗 小兮顿了一下 抬头看了看对面的陈天赐 阿姨 那个怎么会带身上呢 在家里 你根本没怀对吧 小兮抿了敏唇不说话了 我心里有了底 小兮 阿姨看得出来 你是个好孩子 对未来应该是有期待的 你要嫁给天赐 我同意 不过 你自己就甭想有什么追求了 更别提什么梦想 很难实现的 天赐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 以后养家都成问题 所以你要做好吃苦的准备 还有 天赐从小被惯坏了 性格脾气都不好 他爸有暴力倾向 经常打我 暴力倾向是遗传的你知道吧 做好准备 我担心你以后身体吃不消 他爸爸还在监狱里 你们结了婚以后呢 你肯定是要被人指指点点的 阿姨别说了 小兮抓紧包 双眼含泪 阿姨 对不起 我根本没怀孕 是天赐让我这么做的 他想骗你的钱拿去投资做生意 我要跟他分手 你让他不要再找我了 说完 小兮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姑娘不错 陈天赐配不上 陈天赐见事情败露 对我大发雷霆 他吼道 你是我妈 你就得给我钱 天经地义的 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 在法律上 你一个四肢健全的人 我没有抚养你的义务 而且我也没有二十万 等你爸爸出狱后 你问他要吧 我身上是有钱的 与陈明志离婚财产各自一半 他最初不同意 想让我净身出户 但我已出具谅解书 减缓他的罪责为交换条件 换来大半财产 陈天赐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开始服软 妈妈 我是唯一的儿子 你怎么可以不管我 我定了定神 决定用迂回的办法 你去找个工作 坚持干满一年 这一年你不能矿工 不能频繁请假 一年后赚够五万块钱 我就给你二十万 这样你就有二十五万了 如果他能坚持一年 说明他还没有烂透 二十万是陈明志分到的全部家当 给他儿子也无可厚非 总之 陈天赐甭想从我这里拿走一毛钱 从他说我被打活该时 我们的情分就已经尽了 今后就算他成为亿万富翁 我也不沾他分毫 陈天赐听到二十五万 眼镜都亮了 当即就拍了板子 不就上班吗 谁没上过 二十万准备好等着我 陈天赐自信满满地离开了 我还是高估了他 听说三个月换了八份工作 最后彻底摆烂了 从我这里要不到钱 就去杨大荣那里要 而杨大荣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先前出轨的那个老官夫有个侄子 侄子发现了他们之间的丑事 作为唯一的继承人 侄子担心杨大荣徒老官夫的房子 就把这件事在网上曝光了 虽然没有上热搜 但十万家的浏览量 还是让本地的人都知道了 杨大荣羞愤难当 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他的一双儿女轮番唾骂他 更不肯登门 杨大荣一个人在家暗自捶泪 悔不当初 再加上大孙子三天两头过去闹着要钱 半个月前 他一气之下便离家出走了 至今杳无音信 小姑子和小叔子象征性地报了警 就一直在家等消息 没有一个出门寻找的 陈天赐跟着一位朋友做生意被骗了十万块 钱是借的一个道上的高利贷 被人家狠狠教训一顿后 见他实在拿不出钱 就给他在工地找了个扛水泥干杂活的工作 每个月还八千 按月还款 一分都不能少 陈天赐不敢迟到 不敢请假 拼命加班 为了省钱 连烟都不抽了 债主对他可没那么客气 工地里有眼线 陈天赐敢偷懒 就修理他一顿 以上的信息 都是小夕跟我透露的 可无论如何 都与我无关了 我决定提前换一个城市生活 前段时间 哥哥的儿子要结婚 对方要三十万彩礼 哥哥就怂恿爸妈来跟我借钱 一张口就要二十万 我冷眼看着头发花白的父母 平静地跟他们说 既然已经断绝关系了 就没有必要再来往了 别说我没钱 就是有也不会借给你们 我老了以后进养老院 也是要花钱的 我哥铁着脸说 进什么养老院 你只要把钱借给你大侄子 以后你老了就让他管你 我笑道 是个不错的主意 可惜我没有二十万 我明确拒绝了他们 哥嫂又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临走 爸妈顿足垂胸 我妈说 本来还想着借这次机会 恢复一家人的关系 可惜你没钱 我心底生起无尽的悲凉 对他们再无半点期待 我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林芳 突然联系到我 他在几千里之外的 是开了好几家连锁饭店 得知我会做饭以后 特意邀请我去他的饭店做厨师 此时 我的美食视频 账号粉丝也有九万多了 还在每天稳步上涨着 收拾简单的行囊 一依不舍地告别米卡 和几个同事 奔赴新的生活 踏上列车 我心无愧疚 彻底摆脱了套在身上 多年的枷锁 我不再是谁的女儿 谁的妻子 谁的妈妈 我只是我自己 只要怀着坚定的信念 未来的生活 一定不比现在差 它是带着希望的 是欣欣向荣的